主食吃的少,寿命恐难保,不吃主食,竟会减瘦四年,此消息一出,令人大吃一惊,大家好,欢迎来到佛禅,一直以来,减肥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在追求管住嘴,迈开腿的过程中,许多人选择不吃主食,然而,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的一项研究,却发现,主食吃太少, 会减瘦,研究人员结合了美国15万名45到64岁的成年人,以及来自北美,欧洲和亚洲国家的43万人的数据,得出结论,总体碳水化核物摄入量和预期寿命之间存在着优性关联,悬天摄入总能量中,碳水化核物提供的能量占比小于40%, 和能量占比大于70%的饮食模式,都与死亡风险增加有关,而中等碳水化核物摄入量者,死亡风险最低,简单来说, 从50岁开始,如果碳水化核物吃得太少,就会减瘦四年,吃得太多则减瘦一年,由此可见,主食吃得太少,比吃得过多更加危险。 日本作家佟山秀树,曾出版过一本减肥书籍,宣扬不吃主食,宣称可一周速瘦6公斤,其倡导的现糖饮食减肥法,号称能让减重无痛苦,且不会腐胖。 现糖饮食减肥法是指,三餐不吃米饭,面包,面类,马铃薯等碳水化核物,糖味多的食品,最初,这是一种民间流传的,适合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疗法,只需限制碳水化核物的摄入,可多吃鱼肉等,无需过于在意卡路里。 然而,就在佟山秀树连续断主食的第六年,却传出他因心脏衰竭在东京一家餐厅内猝死的消息,事实上,不吃主食的现糖减肥法,必然会加重心血管负担,而新陈代谢的失衡,会加速动脉硬化,提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一,四成国人主食摄入量严重不足,中国白领膳食健康白皮书,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五个城市,共1500名25到40岁白领,进行调查后发现。 近四成人每天的主食摄入量不足250克,为达到居民膳食指南接一辆。 数据显示,近20年来,我国居民主食消费明显下降。 2002年,股类摄入比1982年和1992年,分别下降21%和10%,且这一下降趋势仍在继续。 在欧美发达国家,不吃或少吃主食,也是一种披着食伤外衣的流行病,调查发现。 部分美国和澳大利亚居民,每日平均消费穀物仅100克,甚至更少,为呼吁人们增加主食摄入量。 一些国家甚至成立了穀物推广机构。 二、主食并非肥胖的元凶。 主食的主要营养成分是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 脂肪一起被称为产能营养素。 三者讲究平衡。 任何一种摄入过多都会转化为脂肪。 同等重量下,碳水化合物所产生的能量亦被身体利用。 而脂肪所提供的能量约是碳水化合物的二、两倍,且不亦被利用。 所以,摄入过多脂肪更易导致能量过剩。 在我国相对发达地区, 富含脂肪的动物性食物消费量超过需求。 骨类摄入不足,导致食物能量摄入过高。 这才是肥胖的根源。 三、不吃主食的危害。 一、增心脏病风险,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美国研究人员,最新研究结果揭示了答案。 该研究调查了4万多名30到49岁瑞典女性的饮食习惯, 发现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吃得相对越少。 肉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吃得相对越多, 心肌梗死和脑促重的发病风险就越高。 可达其他正常吃主食女性的1.66倍。 二、增大肠癌风险,胃力缺少淀粉食物。 这些高蛋白质食物不能提供足够的碳水化合物, 身体的能量供应就会出现问题。 只好从蛋白质里分解。 蛋白质分解功能会产生大量肺物, 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促进大肠的腐败均增值容易导致肠癌。 三、以大脑退化,主食吃得少。 碳水化合物摄入远远不足, 无法满足人体需要, 会导致体内重要物质匮乏, 如葡萄糖减少, 从而影响大脑思维活动。 据研究, 大脑每天需要约130克淀粉类食物提供能量, 若不足, 可产生精神不振, 注意力不集中, 思维迟钝, 焦虑不安等症状, 严重影响大脑思维。 四、内分泌失调。 不吃主食, 可能会使身体内分泌紊乱。 因为主食缺乏, 会导致能量摄入严重不足。 肠子以往, 身体容易出现内分泌失调的情况, 例如皮肤长痘, 长斑, 严重的, 甚至还会出现大量脱发的问题。 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不吃主食减肥, 还有可能会导致月经不调, 必经等严重问题。 因此建议大家, 不要盲目采取这种减肥方式。 五、抑制低血糖、 主食, 如馒头、 米饭、 煎饼等, 主要是碳水化合物, 特别是淀粉。 如果长期不适用主食, 容易导致低血糖, 使人出现心慌、 头晕、 精神违迷等症状, 严重危害身体健康。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更不能选择不吃主食。 六、 容易营养不良。 主食主要是两股类食物, 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膳食纤维, 维生素, 矿物质等, 是人体最廉价的能量来源物质。 主食是提供身体能量的必需品。 不吃主食, 仅靠蔬菜冲击, 往往能量来源不足, 造成体内能量供应不足。 不仅容易饥饿, 而且蛋白质摄入不足, 长期会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 七、 还以发胖。 不吃主食减肥, 还有可能引发肥胖。 有些人不吃主食, 却相应地吃了更多的肉类。 人体本该从主食中摄取的能量不足, 却又转而从油脂中获取, 人体摄取油脂多了, 体质增加也就难以避免了。 四、 主食其实是各宝, 中国人的主食以古物为主, 主要有大米、小米、小麦、玉米等,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主食种类越来越丰富, 马铃薯、 红薯等薯类也成为主食的选择。 主食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 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 对构成机体组织, 维持神经系统和心脏正常功能, 增强耐力, 提高工作效率有重要意义。 可以说, 主食是个宝, 对全身健康都有好处。 一、 调控血糖和血脂, 燕麦的蛋白质含量在古物中较高, 喜胺基酸构成也利于消化吸收。 另外, 燕麦还富含具有 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成分, 如贝糖、 蒲聚糖。 二、 给肠道添活力, 多数未经深加工的古物都富含膳食纤维, 利于预防便秘, 促进肠道蠕动, 其中乔麦比较突出, 其膳食纤维含量是大米的十几倍, 还含有保健成分卤丁、 胡皮素等, 有助调节餐后血糖。 三、保护视力, 每100克红薯的胡萝卜素含量高达750微克, 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 每天吃半块红薯, 就能满足所需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能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 能保护视力, 预防夜盲症, 防止皮肤干燥, 抗氧化。 四、增强免疫力, 每100克马铃薯所含维生素C为27毫克, 高于多数根筋类, 鲜豆类和切果类蔬菜, 维生素C具有抗氧化, 增强人体免疫力, 粗筋钙, 铁和叶酸吸收等作用。 作为鼠类, 马铃薯还富含淀粉, 可减少维生素C的流失。 五、建议中老年人少吃米饭和馒头, 多吃这五种主食, 比保健品强多了。 过关了苦日子的老年人, 觉得白米饭, 大馒头就是最好吃的食物了。 没错, 放在四五十年前。 可能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能吃到白米和馒头。 但现在医学专家, 都建议中老年人, 要少吃为好。 因为这两种主食, 不仅营养过于单调, 长期食用, 对身体不是很友好。 米饭和馒头这两种主食, 都是经过精细加工过的, 大量维生素。 矿物质已经被破坏, 尤其是B族维生素含量所剩不多。 虽然吃完能填饱肚子, 但营养价值相对就比较低了。 大家会问, 不吃米饭馒头这种大众食物, 吃什么呢? 大家慢慢往下看。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三种主食, 不仅营养高, 而且亦消化。 中老年人长期吃, 比天天吃保健品强多了。 第一种营养主食, 藜麦饭。 藜麦和其他常见主食相比, 钙和蛋白质含量更高, 而且蛋白质比较优质。 同时还特含一种对大脑健康有益处的赖氨酸。 藜麦中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16%到22%之间, 比牛肉的蛋白质含量都要高。 相比之下, 大米蛋白质含量只有藜麦的四分之一。 可见藜麦有多厉害, 藜麦很好煮, 用一碗大米, 一把藜麦, 加上适量的水, 店饭包一煮, 就成了藜麦饭。 如果觉得口味单调, 也可单独把藜麦煮熟, 然后加入到各种沙拉里。 这种吃法老人孩子都很适合, 尤其是老人, 小孩, 血压高, 血质高, 血糖高, 肥胖人群等, 可以经常吃。 第二种营养主食, 糙米杂粮饭。 食物在加工过程中, 食物的腐皮和胚芽, 都会被驱除。 只剩下胚乳, 损失了很多的纤维素, 维生素和矿物质, 导致白米, 白面损失了很多营养物质。 比如, 没有驱除肤质和胚芽的糙米, 其纤维素含量是百米的三倍, B族维生素含量是百米的两倍, 还含有钾, 磷等矿物质等。 而且, 加工后的食物, 更容易消化和吸收, 糖油的血糖也更容易升高, 因此, 糖油应多选择全骨类作为主食, 而且做饭时搭配一些红豆、 黄豆、 云豆、 绿豆等杂豆, 还能使营养更加均衡, 降低食物的升糖指数, 延缓血糖的吸收。 第三种营养主食, 土豆。 土豆是一种常见的主食选择, 它具有许多优点。 首先, 土豆富含碳水化合物, 能够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 每100克土豆中含有大约17克碳水化合物, 是人体能量的重要来源。 其次, 土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它富含维生素C、 维生素B6、 钾。 每等营养成分, 维生素C具有抗氧化作用,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 钾对于维持心脏和肌肉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 而鎂则参与多种生理过程, 如能量代谢和神经传导。 此外, 土豆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也较高, 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导蠕动, 预防便秘, 维持肠导健康, 它还能增加饱腹感, 减少食欲。 对于控制体重有一定的帮助, 土豆还具有低脂肪、 低胆固醇的特点。 适合作为健康主食的选择, 与其他主食相比, 土豆的热量相对较低, 能够满足人们对于能量的需求, 同时又不会摄入过多的脂肪和胆固醇。 另外, 土豆的烹饪方式多样, 可以煮、烤、蒸、炸等, 能够满足不同人的口味需求。 而且, 土豆可以与其他食材搭配, 制作出各种美味的菜肴, 如土豆炖牛肉、 土豆沙拉等。 第四种营养主食, 山药。 山药也是一种优质的主食替代品, 具有多种益处。 山药富含碳水化合物, 能够提供稳定的能量供应。 它含有一定量的淀粉, 能够满足身体对能量的需求, 同时不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 山药具有健脾异味的功效, 它含有淀粉酶、 多酚氧化酶等物质, 有助于促进消化吸收, 改善脾胃功能。 对于消化不良, 脾胃虚弱的人来说, 食用山药可以起到调理作用。 此外, 山药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B1、 维生素C、 钙、 铁等。 这些营养成分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生理功能, 增强免疫力都非常重要。 山药中的粘液蛋白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这种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粘膜, 减少胃酸对胃壁的刺激, 预防类溃痒等疾病。 同时, 它还具有降低胆固醇,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山药的膳食纤维含量也较为丰富, 能够促进肠道蠕动, 预防便秘。 它还能够吸附肠道内的有害物质, 促进其排出体外, 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与土豆一样。 山药的烹饪方式也很多样, 可以煮粥、煲汤、炒菜等。 不同的烹饪方式可以展现山药的不同口感和风味, 让人百吃不厌。 第五种营养主食, 红薯。 红薯作为主食, 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多种好处。 红薯富含碳水化合物, 是一种良好的能量来源。 它的糖分含量相对较高, 能够迅速提供能量, 让人感到饱腹。 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包括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纤维。 这些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 预防便秘, 减少肠道对有害物质的吸收。 同时, 膳食纤维还能降低胆固醇水平, 预防心血管疾病。 红薯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胡萝卜素。 每100克红薯中含有约125微克的维生素A。 胡萝卜素在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A。 对于保护眼睛, 维持视力健康非常重要。 此外,红薯还含有维生素C、维生素E、B族维生素等多种维生素, 能够提供全面的营养知识。 红薯还具有抗氧化作用, 它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 如多酚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身体的损害,有助于预防衰老和慢性疾病。 此外,红薯的脂肪含量很低,是一种低脂肪、低热量的食物。 适合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食用,它可以替代部分主食,减少热量摄入。 同时又能提供足够的营养,红薯的口感香甜。 烹饪方式多样,可以烤、煮、蒸、做红薯饼等,无论是作为早餐,午餐还是晚餐的一部分。 红薯都能为餐桌增添美味和营养,总的来说,藜麦、糙米、土豆、山药。 红薯这五种食物作为主食都有各自的优势,它们富含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能够为身体提供能量,维持健康。 在日常饮食中,可以适当将它们纳入主食的选择,以丰富饮食结构,享受健康美味的同时,获得充足的营养。 但需要注意的是,食用时应适量,避免过度摄入,同时结合其他食物,保持均衡的饮食。 六,老年人晚餐的注意事项。 对于老年人群来讲,消化到功能会处于渐渐下降的状态,此时一旦出现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患上一些未肠道疾病的概率会非常高, 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器官的负担,对健康危害比较大。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老年人会出现很多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不吃晚饭,或者是晚上吃一些比较难消化的食物,这样一来,患有各种疾病的概率会特别高。 那么,对于老年人群来讲,在吃晚餐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 一,注意晚餐食物选择。 对于老年人群来讲,晚餐食物的选择一定要有所注意,不要吃一些油腻食物。 这些食物很难被快速消化,会加重备肠道以及肝脏、胆囊和一线的功能。 还会影响到血管健康,并且会刺激到中枢神经,也不要吃一些胭脂、辛辣、高糖等食物,要以容易消化、温热食物为主,并且要注意各种营养元素的搭配。 二,晚餐进食时间。老年人每天吃晚饭的时间不要过晚,一旦吃晚餐,时间过晚,食物在胃部当中很难被快速消化掉,使得胃肠功能负担加重。 还会影响到老年人的血管和大脑等部位的健康,但也不要出现过早吃晚饭的行为,否则在临睡之前,很容易出现饥饿现象。 最好是每天下午5、00至6、00左右的时间吃晚餐,既不会出现临睡前过度饥饿现象,也不会加重体内各个器官的负担。 三,控制好晚餐总摄入量。 有很多老年人认为,晚上吃晚饭加重各个器官的负担,所以选择不吃晚饭或者是吃很少的晚饭。 如果采取这种吃晚饭的方法,会导致胃部排空时间过久,很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现象,但是也不可以出现暴饮暴食的情况。 一旦晚饭摄入过多,不但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肌食等现象,还会导致胆固醇升高,并且极易诱发动脉硬化,还对肝脏、胰腺、大脑以及心脏都会带来较大的影响。 四,适当搭配主食,在吃晚饭的时候。 不要只是吃一些汤粥类或者是蔬菜类,应该适当地搭配上一些主食,比如使用一些粗粮制作的窝头、馒头等。 如果人体内主食摄入不足,机体就会利用体内储存的蛋白质以及脂肪获取相应能量,而一旦脂肪过度分解,就会对人体产生非常多的有机酸类物质。 这些物质对机体有着一定的影响,甚至会产生一定的毒素,对于肝脏、肾脏的器官的健康有着较大危害。 五,晚餐时不可饮酒。 很多老年人在吃晚餐时喜欢喝一点小酒,认为吃晚饭时喝酒有着活血的功效。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使只是饮用微量的酒,乙醇成分也会使得血管。 大脑,心脏,肝脏,肾脏,肾脏,肠道,胃部,口腔,食道等各个部位,健康受到一定的损伤。 而且,由于胃部当中有很多食物,身体的血液循环速度比较快,酒精就会通过血液快速进入体内,对健康造成成为的伤害。 总而言之,对于老年人群来讲,每天晚上适当地吃一顿晚餐,能够为机体补充各种营养物质。 但如果在吃晚餐时出现一些不良的习惯,就会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 除了以上五点之外,老年人在吃晚饭时,不要出现吃饭过急、过快的行为。 而且,在吃晚餐之后的半小时内,不要出现大量饮水、抽烟以及剧烈运动的行为。 否则,会对体内各个器官造成较大负担,甚至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寿命。 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 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